好 那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呢 這個鼻子夾的方向是 這樣 一直Z字型 那重點就是前面這邊把它打理好了 就是你用那種女神的記事感 這個髮型呢 因為你們之前一直敲完 然後呢 就是這個長這邊長這樣 就是有點像 我也不知道什麼名字啦 就是女神希臘這種髮型好了 那這個髮型呢 看起來就是很豪華 但是它真的只要三分鐘 好 首先呢 就是你把這個 這個呢 就是你這邊有一片瀏海 那你這個瀏海就是抓出來 就是你後面這邊長的就是先刮到耳後了 好 這個瀏海呢 你就把前面這一段呢 就是自己憑感覺這樣抓一下 然後你這時候需要一個東西是這個 非常便宜在寶雅還是在隨便什麼地方 雖然是都有賣這種 就是是一個髮捲 然後 位置一個夾子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這個頭髮的要怎麼捲呢 就是這一片呢 要 你要留一點點在這邊 留點在這邊 因為我想要到時候這邊是蓋下來 要蓋住你就是頭的這個邊緣 讓你露出來面積再小一點點 然後你看起來就是有這種有被修飾的感覺 就怕你臉太長或是臉太大這樣 所以你要抓的是前面這邊 所以你這邊要保留就是一戳 是要往下的 好 這一戳呢 就是你要往你的就是 後方 有點像斜後方吧這樣 斜後斜後這樣子捲 捲了之後呢 然後把它 夾起來 然後呢 這一戳我要 然後往自己的方向捲 然後你就這樣子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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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 然後這時候呢就會 我會去就是開始就是化妝啊幹嘛的 那因為其實還是要有點熱度會比較好定型 所以你就拿吹風機就是吹一下 好 吹完之後呢就不用管它 這時候你就去化妝或做別的事情 那接下來一個步驟呢 接下來一個步驟我要處理這邊 這邊通常會有一根就是這樣短 那家裡面呢最好是有一個離子夾 離子夾隨便買便宜的什麼貴的都可以 那這一根要怎麼處理呢 這一根頭髮呢 你可以抓一點點 因為韓國的頭髮 他們這邊會留一些就是很流行 就是流流球球這個東西 流球球真的是韓國的時髮 如果你真的還不懂的話 我只能說你非常的out ok 這根我跟你講啊 重點就是你離子夾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要這樣子 你要往自己 往自己畫一個這樣 側面是這樣 這樣 這樣子 懂嗎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也是搞不懂 因為你不能往外 往外還要往外飛 所以你要面對自己的臉 面對自己的臉 畫一個勾勾 面對自己臉下來之後 畫一個勾勾進來 就是往自己的方向 往自己的臉 一個勾勾 好 就這樣 這個你一定會了 這樣子往臉 一個勾勾 然後你看有時候會夾不好變成一個直角 沒關係 對 就會變成像這樣 這樣就是一個完美的勾勾 然後因為它要在你的臉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沒有夾好的話 你變這樣會不好看 所以它一定是要往你這一點的方向 然後 痾 你就是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你就是再把它這樣子弄上來 因為它還會有熱度 然後 如果你覺得還不行的話 你就是 再弄一點 即可 就會變成更捲 好這根呢就處理好了 再來呢就從這邊 找出一點 就是這種 比較短的這種細毛 如果這根比較短的細毛 你還是就是跟後面頭髮一樣長的話 就拿剪刀把它剪 剪到 帶剪到下巴這附近 就是你還是要稍微去修一下 那這根細毛呢 就是要創造那種 就是韓式 韓系那種 就是你知道浪漫的髮型 我先找一下我那根 其實是我的根最短的 等我一下我找一下 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這邊找到 這邊有一根 這樣這麼短的 好那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呢 這個鼻子夾的方向是 這樣 一直Z字型 E字型 Z字型 咻咻咻咻咻咻 就這個結束 1 2 1 2 斜線斜線 好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1 2 1 2 就是 其實就是亂 就是有點萬緣 那像你看我現在這樣其實呢 這個有點拿太長了 喔在這邊啊 一直之間找不到 這一根啊 就把它這樣 Yes 絕對不夠捲 就是這樣 凹一下 凹一下這樣 覺得 不夠的話就是凹 大力一點 好那這邊呢 就處理好了 就是 它真的是一個隨性的一根啊 再來這邊也要找出那一根 我這邊 這根就是很明確在這 比較短的這一根 所以呢 我也是喔 Z字型 稍微把它 捲好 好 就這樣 好像也沒講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這髮型真的太簡單了 好 捲完之後呢先把 Z字夾呢先 丟一邊 這時候呢 要看這個 這個夾子到底拆下來會怎樣 其實你應該會是夾更久 那是因為我現在 你看它這樣子的弧度就會很好看 那上面這個呢 上面這個的弧度呢會是這樣 所以你這邊會有一個膨起來 我為了呢想要讓這個 膨度呢在稍微 這邊呢在膨的時候 這時候拿出 出風機 然後呢這個出風機就是這樣子 把它這樣子 過來 摔一下 然後等它涼 因為涼了才能定型 等它涼就好 好 你看它就會變成 是一個這樣 微微小半瓶衫 但是很好看 像上面這一根呢 因為其實 這個頭髮有點太長 所以會 不是很好固定 所以我都會把 就是這樣 往後捲之後呢 放到這裡 就在這邊 用一根髮夾 這樣子把它夾起來 然後把它 把頭髮這樣撥過來 藏起來 然後接下來這邊這一根呢 因為有時候 拆下來會像剛剛 沒有捲那麼捲的話 它會有點不夠捲 如果像這時候 你放下來不夠捲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 你用離子夾我怕你失手 所以這時候呢 再把它 捲回去 然後 重力吹吹 記得要是往自己的方向捲 我捲回去 其實等它涼即可 好了這邊就會 變成像 有點像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邊 你要再把它 壓下來一點 直接像索壓壓就好啦 這樣即可 好 這樣就是 Pretty down man 那這邊呢 最後呢 這邊這個地方呢 隨便拿一個輕盈的定型液 輕盈的 這邊給它噴一下 這邊給它噴一下 這根你想噴也可以噴啊 好 那這樣子呢 這個三分鐘非常簡單的就是 手製杖版的這個女神髮型呢 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這個髮型呢 真的出去約會啊 就是真的會覺得 天啊 真的很像我什麼女神的感覺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 比較費工一點的話呢 因為像這一根 因為我最近留比較長了 所以你看它這邊 其實到這邊會有點 翹翹的話 你可以再就是這樣子 再凹一下 你看 馬上 你只要這樣一直自己自行 自己自行的凹它 就可以了 這髮型有什麼重點嗎 好像沒有什麼重點耶 喔 好 我知道了 小撇步如果你這邊很容易塌的話呢 再給它就是 燙一下 這樣 往上燙燙燙燙燙燙燙 這邊要不能塌 好 這樣子就會 一個微微小小的半瓶衫 那這個髮型呢 就這樣呢 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想要放下來呢 你不要塞了後 你就放下來 如果你想要就是 就是比較 不要那麼多頭髮在前面這邊的話呢 想要這種流出出的感覺 那種韓式流出感的話呢 那我個人就是比較喜歡塞了後 那這個髮型就 就這樣好像 好像真的太簡單 簡單到我自己有點心虛 你知道嗎 那這邊呢 如果你真的比較費工的話 你還要再 把它弄一個內彎呢 也會是非常非常好看 那重點就是 前面這邊把它打理好了 你就是你用 那種女神的既視感 好啦就這麼簡單 希望就是手記帳你們呢 也可以學會喔 我們下次見 訂閱起來 掰掰